我們回答Carson的問題 他問快手 也是一個政策的風眼 以及跌得急的 他就說可不可以低撓呢 1024快手也去上市價 是的 你覺得現在是否一個低撓的時機 我覺得多看一兩個交易日 就會穩陣一點 因為你始終 115元就是他的上市價 所以今個星期 到底他穿不穿上市價的時候 就會決定到 接下來他的股價走勢是怎樣 當然如果你說相對上 就進取一點 你可以考慮作為一個分注來吸納 譬如現價現在110多元 這些位置 可以先買一注 如果不幸失守了115元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下到大概100元這些位置才考慮 再加注就會比較適合一些 因為如果你說從一個股價調整 來看的時候 他的幅度是大的 因為高位超過400元 調整到下來只剩下100多元的時候 大概來說都調整了約300元 所以按著幅度來看 他是吸引的 只不過暫時在股值上 大家都未確認得到 是否真的現在已經是一個合理 或者是一個吸引的水平 因為其實他之前跌的時候 都是因為一些規管消息 和一些未成年關於一些 色情方面的短視頻 在內地一個規管的時候 剛好快手也是做短視頻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受壓的狀況 所以買入之前都要留意這個政策風險